在新加坡買房有些人會選擇住得舒服 有些人會選擇有一個大的未來規劃 如果兩者只能夠選其一 你會選哪種呢? 不要浪費 小朋友才會說我會選擇 如果大人一般都會跟我說我兩個都要 今天我們來Coral看一套大衣房 這套大衣房大概是1539平方尺 同時這個大衣房最大的賣點是我們一出去 就是對著我們的海景 這個海景是直接對著聖桃沙島 聖桃沙島上有遊客一定會來打卡的景點 Universal Stadium環球影城 吉堡集團最有名的就是他們做的事是比較精緻的 在廚房他們今次用了德國法國兩個著名品牌 Mille和Dediatric 我們的冰箱就是Dediatric的一個雙門冰箱 一般是在豪宅裏面才會用到這種雙門冰箱 洗衣乾衣機也會躲在一個廚櫃後面 上面就會有一個微波爐和烤箱的二合一 在我的左手邊同樣有一個 也都在廚櫃後面的一個洗衣機 好似這套三房總共有三個房間和三個洗手間 所有房間也都會在整個弧形的一邊 你的客人來的時候也都不會直接看到你的房間裡的情況 所有的房間都是大落地窗採光通風也都比較好 而且每一個房間都有獨立的海景或者遊泳池景 所以這個房間的景色是沒得頂的 吉寶灣現在已經是很適合人居住的一個區域 這裡有吉寶遊艇會 吉寶居夫球會 在未來的二十年的時間 這裡將會是新加坡一個國家級的規劃 還有這裡會見一個六倍於濱海灣大小 比較適合移居的南部濱海區域 從Gardens by the Bay East 到Passepanjang 約2,000 hectares 在GSW的地方 包括了 最新加坡的地方 最新加坡的地方 在Tanjongpaga 在Burani 在Kappel 在2027 最新加坡的地方 會往前到Twas 讓我們建立一個新港 會有機會 成功 新加坡的地方 變成一個新的地方 去活動、活動、活動 9,000房間 不太快 但9,000房間 這只是一開始 因為 有空間 和土地 為公共和公共的房間 在GSW 我們會做這個動作 因為新加坡 是我們所有人 在吉寶灣旁邊 旁邊已經是Viro City 新加坡最大的商場之一 同時 這是兩條地鐵線的交匯處 同時我們是背山面海 背著的山就是花博山 由香港小太平山之稱 我們會來 豐樹工業園 會比較近 豐樹工業園 被稱為新加坡的大佬 因為它裏面有Google HP之類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Like 以及右下角的Subscribe小鈴鐺 追蹤我們的節目 新一期的節目 我們將會有更多的信本 和你分享 同時 歡迎添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Facebook 我非常樂意 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這一套房 下期節目見